改缸為什麼我一定要改排氣管 其實不一定 這部分會因為你的不同的車種 你的改裝幅度 就好比假設監視氣冷車系的話 近戰或Jet SXR這類的車種 改了基本的無久 排氣管勢必得做更換 原廠排氣管它礙於我們的環保法規的關係 它必須做得更加保守 所以其實前段的口徑是做得比較小 排管桶身內部的消音設備也是做得比較多一點 這個時候就造成我們的廢氣在排放的效率上會比較差 更何況我們又改了引擎之後呢 它的溫度絕對會比較高 廢氣都悶在了排氣管內部 沒有辦法很順暢的去做排放 引擎溫度升高 我們的引擎耐用度跟妥善率就會降低 那如果你是水冷車系 像是可能六代戰啊 Force SMAX 或是SL DRG 等等 以小改的前提下 是可以選用原廠排氣管 好比這台SL是選用我們SMRT 60.25 的套件 我們就幫它搭配了原廠的排氣管 主要是因為它沒有水冷系統的加持 用水箱水去抑制我們引擎的溫度 相對的引擎溫度比較沒有像氣冷車系這麼的高 那它就可以去選用我們的原廠排氣管 那當然我會把它比喻為 原廠管就只是堪用 如果你想要追求更強大的性能 馬力 或是順暢度 建議各位還是換成一直改裝的排氣管 效益上會來的更好 至於現在市面上的排氣管啊 並沒有像早期都是說 啊 排氣管就很吵啊 還是會擾民怎麼樣的 現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仿原廠或是靜音館 甚至是環保署認證噪音合格的排氣管都有 那至於有哪些選擇 有哪些樣式 我們之後會再專開一集 來為大家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好 好 好